受到台风的影响 国内航空公司继续取消 明天中午以前 台湾飞离岛的部分航班 另外明天小三通也是全面停驶 一群来自香港的游客 原本开开心心要到澎湖去玩 没想到碰上台风 害他们的行程通通被打乱 我们今天上午是来这边 是四点半去澎湖的 因为打风所以就改成 明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才去 还有原本要回金门的洪先生 在收到航空公司停班简讯后 还是来到机场 看看有没有其他家的飞机可以搭 我从超中午就来了 金门天气还是很好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受到莱罗克台风的影响 金明两天国内线航班 出现部分的异动 其中华信航空今天紧急开会决定 十一点过后离岛的班机都取消 复兴航空则是取消中午过后 台北高雄到马公 以及高雄到金门的航班全部停飞 至于华航则是取消今晚两班 高雄往返桃源的班机 在利荣航空的部分 也因为天后不佳 将取消明天中午之前 台湾飞往离岛的部分航班 华信也决定停飞明天中午前 台北台中往返金门的十架班机 此外金门县港务处也宣布 明天的小三通船班继续停航 台风一个接着一个来 究竟哪些航班会再更改 还得看未来各台风的行进路线 和发展动向所以还是提醒民众 要在出门之前先打电话 询问各家航空公司 以免白跑一趟 记者欧雅宇 蒋龙翔台北报道